今天第一堂課我們剛剛已經把一些該介紹的東西先介紹完 那我一直覺得說我好像在各位一年級的時候呢 我沒有跟各位比較做做詳細的自我介紹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一個投影片 稍微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各位現在是三年級嘛對不對 所以OK那就從三年級的角度回過頭來再稍微看一下我自己 那這個是昨天寫的 那各位我已經不用歡迎 因為各位已經都是老鳥 所以你們已經在這邊待了兩年以上 剛剛還有個同學一年級的先生來找我 說要簽退學單 那我不是導師喔 但是每年好像都有這種狀況 就是有一些同學來第一天就退學回去 第二天喔 那其實我們是並不是很希望這樣子 但是其實如果如果在這邊覺得學不下去 他覺得他是根本不適合這裡 那其實退學或許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那有幾種可能性啦齁 但是譬如說你如果覺得你有特別喜歡的科系 欸各位 徐任遠是你們這一屆還是上一屆 徐任遠他是不是去台大哲學系了 OK 對像他這樣子我就覺得 那他有找到他想要的 所以他去轉到台大哲學去去 那這是很好的事情 那如果各位也有這種狀況 其實像徐任遠這種模式 我覺得就不錯 所以你有機會找到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那如果你在這邊找不到你很喜歡的東西 像譬如說你一年級的程式設計的時候 你如果覺得我真的不喜歡這個東西 不是說沒有嘗試過就說我不喜歡 而是你很努力的是 到最後你覺得我好討厭這個東西喔 只要看到它我就反胃 之類的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能就需要試試看轉系 轉校 那如果不是是說你其實努力過之後 你覺得我可以接受 那我覺得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那像有很多事情 其實你還沒有經歷過 你可能覺得那樣不錯 但是經歷過之後 你可能就覺得好像也不是我要 所以要轉系要想得很清楚 好那所以我就不用歡迎各位來金門大學 因為各位都是老鳥 好所以呢 在上這堂課之前 我們晚了兩年的自我介紹 稍微介紹一下 好 那我是誰勒 這個是我是誰對不對 欸有沒有人看過這個電影 成龍還有這個是誰啊 周星馳對不對 好 那我是誰 好 這很久以前的一部電影 好 這個當然不是我 那 那我是誰呢 各位一定知道我的名字了吧 各位一定知道我的名字了吧 對不對 好 但是 你真的知道我的名字嗎 其實各位的考卷常常 寫錯喔 好 你想一下你剛剛看清楚 我三個字怎麼寫了嗎 真的有人到現在還會寫錯 好 所以請注意那三個字 好 以後 你已經讀了兩年了 兩年來都沒有寫對過的話 那就說不過去 所以 請你要記得 考試的時候 好 考試的時候 之前我都沒有這樣做 接下來 考試的時候 交作業的時候 或者是 做報告的時候 好 上台 講頭影片的時候 或者是在做專題報告的時候 好 如果你寫錯了 譬如說 你寫成這樣 好 或者是 你寫成下面這個 好 那 不好意思 我們 先扣你 學期總成績五分 然後呢 你的考件 或你的作業 成績打八折 這樣 清楚了嗎 OK OK 那寫對了 這是應該的 所以 也沒有什麼獎勵 好 所以 現在你應該知道 我是誰了 那 不只知道我是誰 而且知道我的名字 怎麼寫 好 好 但是 各位對我的了解 或許 僅僅 始於 那個名字 還有 我曾經 跟各位 上過的課 好 除此之外 有沒有人對我 有其他了解 好 當然 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有互動 對不對 但是 不會很多 對不對 那 那 真正 互動比較多的幾個同學 我大概 想得出來 建庭跟我互動是最多的 不然就是許家宇 那其他的同學 很多其實我 看到我還叫不太出名字 那 所以 我的名字記憶力不好 名字 就是 往往我很難把他跟人 對上來 除非 你 特別讓我記住 那 建庭呢 是因為 為什麼特別讓我記住 因為他是我們 西上的台柱 那 如果 那 你已經退休了 不是嗎 你不是徒弟已經上線了嗎 沒有徒弟 好 那 撇清關係 咦 可是今天我還看到 另外一個徒弟啊 好 好 OK 那 那 這樣 我之後就盡量把你當成 一般的同學好了 好不好 那 盡量不要再把你當成是 系上的工作人員 好 好 好 那 還有像那個 許家瑜是因為他 動畫的能力實在是 太好了 所以我才會認識他 其他的同學 我名字好像都叫不太出來 好 那 不過 叫不出來沒有關係 其實我對各位是有印象的 好 那名字 不能代表一個人 好 就好像呢 像什麼呢 各位對這個數字有印象嗎 24601 他是誰 如果你今天進監獄的時候 你應該就會 就會 被放一個代號 其實各位現在都有個代號對不對 只是我們叫你的名字的時候 不會叫你 欸24601 對不對 什麼時候會叫24601啊 有幾種地方他真的會叫這樣 幾種地方呢 第一種地方是 監獄 監獄他不會叫你名字 你只是一個號碼 為什麼 因為 要告訴你 你不是人 所以 你要接受他們的管理 好 那還有什麼地方會用代號叫你 其實我有個代號 我印象中我的代號是 7723005的樣子 那就是 就是我大學的時候的學號 交大的學號 那各位有個代號 只是沒有人會這樣叫你 但是 除了監獄以外 還有什麼地方會這樣叫你 台灣的軍隊其實不太會這樣 但是 某些 特別的軍隊會這樣 譬如說 如果你是海陸的 他有可能會這樣叫你 香港呢 如果你要當警察 要當警察之前 在受新訓的時候 那時候 他們不把你視為一個人 所以如果你曾經看過梁朝偉的 辛扎師兄 你就會發現 他們在 當警察的受訓的期間 他只是個代號 OK 所以 24601到底是誰 有沒有人知道24601是誰 喔 真的有人知道 三萬強 那 24601就是 悲慘世界裡面的三萬強 那 有人看過這個電影嗎 有喔 好看嗎 我覺得很好看喔 我同時 那個 應該是上上個 上個暑假了 對不對 上個暑假的時候 我有去看兩部電影 喔 好幾部喔 不只兩部 第一部是 少年拍 李安的少年拍 那 第二部就是 悲慘世界 但是後來 其實我 非常非常喜歡 悲慘世界 那少年拍 我覺得也拍得很好 特別是他的那個 場景啊 3D啊之類的 他處理得很好 但是他的故事 就沒有那麼打動我 但是悲慘世界呢 就非常非常的打動我 所以 回來之後呢 各位知道我做了什麼事 欸 我把 我有上YouTube 找悲慘世界 有一部那個 十周年的悲慘世界歌劇 歌劇 或者應該叫音樂劇 那在YouTube上面 你可以找得到 那你可以 如果你看過悲慘世界喔 你可以現在就可以上去 看看喔 YouTube上面 然後呢 你點上去看看 你會發現 純粹的音樂劇 或歌劇的唱法 當你看過電影之後 你再去聽 你會覺得 好棒 好 那個東西真的好棒 他 怎麼講就是 國外的音樂劇和歌劇 百老會的那種東西 我覺得是他們文化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可以去 嘗試去欣賞它 那 我看了之後我就 覺得 哇 這部歌劇太棒了 然後呢 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想學怎麼唱 怎麼唱裡面所有的橋段 所以 我就把他的歌詞 找到 印出來 然後呢 每天聽 然後跟著唱 現在呢 我大概 大概 所有的橋段大概 不見得都唱得出來 但是 但是看著歌詞 我一定唱得出來 沒看歌詞的話呢 大概就 就 只能唱幾段 是屬於那種經典 那最近有一首歌很紅喔 各位應該 有印象 就悲慘世界裡面的一首歌 哪一首啊 沒有印象 天啊 我們的同學好像 回了台灣之後都去做什麼事啊 有沒有人8月3號有出席的啊 蛤 沒有 我也沒出席啦 所以我不想說什麼 那8月3號 8月3號印象 發生什麼事 紅洞秋暗對不對 不是8月3號發生的 但是 8月3號發生了一件 算是 我們的體制裡面 會蠻重要的一件 值得 值得寫入歷史的事對不對 各位有看到那個 白色銀石字嗎 有嗎 白色銀石字 沒有 這麼經典 居然沒看到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連 上期的城市人雜誌 我們都有報導 那當然也是我寫的 上期的城市人雜誌 我們都有報導 8月3號的白色銀石字 好 這裡上期的城市人雜誌 稍微看一下 因為那件事 所以 讓我們在城市人雜誌裡面呢 本來應該是都不談政治的 所以我決定 這一集的焦點放在政治上面 所以我們就 前面都是在談政治 後面才是在開始談城市 OK 前面談什麼政治呢 我就刻意去找相關的 一些跟 網路引起的政治效應 有關的東西 那個 同學判我把 門關一下 因為 外面有點吵 好 網路引起的政治效應 那這邊你可以稍微看到一下 譬如說 各位認不認識這些人 Stormen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抱歉喔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你根本就不是城市人 為什麼呢 Stormen就是 Richard Stormen 他是開放原始碼的 通常他被尊稱為 開放原始碼之父 那 這個我們在前幾期 也還有報導 那可能各位沒見過他 這就是Stormen 那 基本上你見到他 你會發現他 他其實 很隨性 感覺很像一個遊民 但是他是電腦領域 尤其是開放原始碼領域 的創始人 那 這個是Stormen 另外這個不算城市人 這個是創作共用 這個授權 的創造者 OK LASIK 他是哈佛大學的憲法學教授 他創造了 CC 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 Commons 這個概念 那因為我們前面 也有報導過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 維基百科裡面 有這個人 如果你今天想要分享 你的作品 在網路上 你可以使用創作共用的授權 你可以使用創作共用的授權 那就是Creative Commons 那這邊應該有Creative 創用CC 創用CC 的創始者 那這些標章 請各位務必要認識 我記得我在Blender動畫裡面 應該有教過各位 去認識這些標章 這個是你一定要標示姓名 這個是不可以商業性使用 這個是不可以產生衍生著作 不可以修改 那這個是相同方式分享 你只要認識這四個 大致上你就可以辨認 那些授權 好 那所以剛剛的這幾位 你應該認識了 接下來來看一位 是Alon Swartz 不過這個人已經不在了 因為他已經死了 他很年輕喔 比各位大沒幾歲 大概只有大三四歲 但是他已經死了 為什麼死了 被檢察官霸凌而死 被美國的檢察官霸凌而死 自殺 為什麼 因為那個檢察官威脅 要讓他一輩子 都待在監獄裡面 為什麼那個檢察官要威脅 他一輩子都待在監獄裡面呢 因為 他從 哪一個大學 我忘記了 這邊應該有寫 他從一個大學裡面 有看 MIT 麻省理工學院 他從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園裡面 用程式 自動下載了480萬份的期刊論文 和相關文件 然後呢 因為這個動作 所以他就被起訴逮捕 好 在起訴過程當中呢 檢察官不斷的威脅他 所以最後他就自殺了 最後死在家裡 那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些論文 其實照理講應該是全世界的公共資產 那他們在反對一件事情 反對什麼事情 為什麼那些廠商 可以把這些論文 變成私有的 變成他用來賣錢 賺錢盈利的工具 他在抗議這件事情 但是他很激進 他的激進的結果 導致他被起訴 所以 各位在智慧財產權上面 要非常非常小心 即使是我 我非常 我有開像開放原始碼 智慧財產權這樣的課 但是 我還是要非常小心 而且我發現 就算你很小心 有時候你還是做不到 你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陷阱太多 OK 所以這個是Alon Swartz 那最後一個是 Assange 那Assange是一個 比較受爭議的人 然後因為他的行事風格 就是亞商傑 他是誰呢 危機解密的核心人物 那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把一大堆政府的機密文件 類似FBI的那些東西 通通都給上網了 所以現在美國在追捕他 各國都在追殺他 最近還有一個 繼他之後的人物 也做了類似的事情 去公告說 美國的 美國政府有去監控所有人 在網路上的訊息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我忘 結果那個人現在 好像前一陣子 在香港 躲到香港 後來呢 最近不知道 跑到哪裡去了 不知道被抓了沒 那 這個 都是相關的 相關的點在哪裡 資訊 他們都是因為 公開某些資訊 有些人 成為開放原始馬之父 有些人還是 哈佛大學的憲法學教授 但是有些人已經 因為這件事情死掉了 那有些人正在流亡 為什麼 他們要做這件事 那這跟我說的 8月3號那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有關聯的 8月3號那件事情 跟資訊的揭露 也是很有關係 軍中的資訊 從前是不能揭露的 現在 因為這樣的事件 我們試圖在揭露軍中的資訊 而且想辦法 把軍中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轉移成變成比較合理的狀況 各位現在可能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對你有什麼影響 但是或許你會 因為這件事情而受到影響 特別是男生 你們還沒當兵 你們這一家要當兵嗎 要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各位當兵的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從裡面得到一些啟發 你怎麼樣保護自己 當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退伍 對 而且 要活著退伍 對 那不只要活著退伍 還有呢 最好身體不會有什麼殘缺 OK 要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你應該注意這個事件 我覺得你應該注意這個事件 我已經是當完兵的 而且我還是排長 我當兵大概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 各位知道我在哪裡當兵嗎 稍微可以了解一下 我在小金門當兵 OK 而且我在大金門做過 我 我在金房部 也待過半年 OK 我是預官 各位知道什麼是預官嗎 預備軍官 在我們那個年代呢 只要你是研究所畢業 你就自動是預官了 現在好像要考試 OK 那 所以我是預官喔 因為我研究所畢業 之後才去當兵的 所以 一進去就要去部校 部校受訓 部兵學校 其實是大學的時候就有去成功寧 你們有去成功寧嗎 沒有耶 OK 然後去完成功寧之後呢 研究所畢業之後 去當兵的時候去部校 部校在高雄鳳山 然後 後來 四個月後結訓之後 就 就分發到 小金門 然後在小金門做了半年 又被調到金房部 因為他們 要挑一些資訊官 那資訊官 資訊官就是 要去電算中心 然後 所以我在金房部的電算中心做過 所以 當然也碰觸到一些機密 那這些機密就不變假 但是 你會看到 其實 現在為什麼會發生像黃仲秋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沒有網路 這件事情不可能搞得這麼大 但是 正是因為今天有了網路 才會有 白色銀石字和 23萬人 擠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OK 正是因為這個關係 那 我們稍微 看一下 這個好了 這個這個這個 好 這一篇 白色銀石字 這是 這是哪裡 總統府 對不對 應該大部分的 很多的住台北的一定都去過總統府吧 好 那 總統府前面凱達格蘭大道 一路排開 一直到這裡 這裡是什麼圓環呢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這麼遠 到這邊 通通擠滿了 這是什麼 白色的是什麼 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起的人 建議大家 當天 都穿白色T恤 所以那天呢 大家都穿了白色T恤 上 凱達格蘭大道去 然後呢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裡會亮 這群人是誰 聰明1985聯盟 他們是誰 其實他們跟你們 我們都一樣的人 只是上班族而已 但是 他的發起人 其實跟紅仲秋暗有點關係 因為 他不是跟紅仲秋有關係 他是 發起人是那個 紅仲秋暗後來不是有一個衣冠 要被移送嗎 他是那個衣冠的同學 所以他會這麼激動 跑出來做這件事情 他不希望他的同學 因此而被當犧牲品 所以他跳出來 用網路 號召大家 上凱道 其實他在這個之前做了一次 在7月底的時候做了一次 對不對 是去包圍國防部 那次大概只有一萬多人 那時候我還在台北 那後來呢 8月3號的時候呢 因為事情還是都搞不清楚 所以 他又號召了一次 結果 沒想到居然有23萬人 25萬人 大致的估計啦 沒有辦法很準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25萬人 上街頭抗議 這是一個 非常 經典的事件 而且 更重要的是 他們這次的事件 立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 什麼典範呢 25萬人上街頭 是一件很難 很難不失控的事情 但是 這次的運動呢 完全沒有失控 而且 在這次運動結束之後 整個凱達個人大道 沒有一張紙線 這代表了 台灣的政治 好像變成熟了 至少 他們發起的人 事先就已經 都想清楚 我們該怎麼辦 才能做到這一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張照片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會發亮 他們事先就想清楚 他們要抗議的時候 要有一個標誌 這個標誌要怎麼形成呢 就是 請大家 拿出你的手機 然後呢 這邊 現在的手機 大部分都有一個功能 功能 功能就是這個 手電筒 這樣好像看不該套 如果 電燈關掉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它會發亮 所以 它就是請大家 把手機拿出來 拿出手電筒來照 所以 會留下這個東西 所以 會留下這個東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籌畫 其實是很細密 非常的細密 但是它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會有多少人來 沒有辦法確定 好 那這個我覺得是各位 應該要注意的一個事件 我們在這裡 不是只有 只有 看電腦的事情 不只是電腦的事情 衍生出來的很多事情 那我覺得有點八股的是這樣 就是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 二十幾年前 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所受的教育 跟各位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的環境跟各位不太一樣 那譬如說我們 如果學科學的人 為什麼學科學 因為 科學報國 很八股的想法 但是 那種想法也有好處 因為 你會有一個動力存在 現在呢 有些同學其實 你環境很多元的 你也不會被這種 很八股的東西去 去 操控 但是 相對的 很可能 動力會不見 那這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不過你們這一代 有你們這一代的 優點和好處 而且還不少 那這個看過白色銀石字之後 我們 扯得太遠了 回過頭來 回到上萬牆 好那 這次那個 上萬牆這件事情 跟白色銀石字其實又扯得上關係 各位有聽過 他們唱的那首歌嗎 有嗎 那首歌就是 悲慘世界的 基本上是經典曲 或者說是主題曲 也OK 那我稍微唱一小段 稍微唱一小段 Do you hear people sing S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aved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 the beating of the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ith tomorrow come 就是這首 好其實它有五段 它有五段 只有官司這首就有五段 那你如果去看它的歌詞 你會覺得 好棒 寫得好棒 那 所以這首 現在已經變成 不管什麼革命 都要用它來當主題曲 但是 很可惜的一件事 各位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跟剛剛的 我們講的資訊控制 又有點關係 就是 你不能隨便用 為什麼 因為你會犯法 這個主題曲 版權還沒有過期 所以 你不能 唱一唱然後把它PO上網 其實我有PO 但是 趕快刪掉 為什麼 金權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查 沒有注意查 沒有注意查說 它到底 版權有沒有過期 所以各位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要小心 尤其是我教各位動畫設計 我有告訴各位 你要去哪裡找資源 你不要因為PO了一個影片上網 而被抓去關 這是很有可能的 或者是不被抓去關 發生什麼事 但是 人家告你 人家告你 這告下去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可能會變成阿隆斯瓦斯 阿隆斯瓦斯怎麼死的 就是因為這樣死的 下載論文都可以死 你唱一首歌當然也可以死 OK 所以 不要 千萬千萬要很小心 這裡是有 很複雜的因素存在 我們今天 就不講 好 那上萬強各位應該 如果有看過電影 這個造型很好 這個上萬強 那 非常有個性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人 有時候我們看電影的時候就會發現 奇怪這個人不知道在哪裡看過 可是又想不起來 對不對 真的好像看過 再來看一遍 這一樣是悲慘世界的上萬強 前面跟後面差很多 前面是他在監獄的時候 做苦力 當千金鼎 後面呢 他已經當了市長 OK 所以西裝必挺 風格也差很多 完全認不出來 但是這個人是誰啊 有印象嗎 這個人 有印象了吧 S戰警 非常性格的一位 金鋼狼 最近好像有在播金鋼狼前傳 是不是 對啦 金鋼狼前傳 那我覺得 其實S戰警裡面 金鋼狼是最弱的一個角色 你如果有看S戰警 第一集 我覺得那非常經典 讓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誰 我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博士 也不是金鋼狼 也不是那個暴風女之類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誰 對 萬磁王 那天我還跟我兒子一起 來我們再看一次S戰警 我讓你看萬磁王 那 萬磁王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它只要是鐵的東西 金屬的東西 它就可以操控 所以他們為了要關萬磁王 他們做了什麼事 他們 用 完全沒有金屬的東西 然後用 把它關起來 然後綁住 然後呢 結果 結果 結果有一個叫做什麼 變形女 變形女做了什麼事 她 在某一個 某一個警衛的身上 給她打了一針 做什麼呢 把鐵離子打進去 結果 萬磁王那天就偵測到了 然後 然後 她說 她就跟那個警衛聊天之後呢 說 原來你身上有這些東西 然後 她就手比了兩下 然後 那個人身上的鐵離子 跑出來 變成什麼 飛盤 萬磁王站在上面 飛出去 那 這個實在是太強了 那 這一段我覺得超經典 所以 我覺得這個 這個雖然是科幻 我很喜歡科幻 科幻 電影其實蠻有趣 那 那 這裡其實 影射到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東西 你只要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好 它都會有驚人的力量 譬如說 如果你很會寫程式 非常會寫程式 那 基本上你 你寫出來的程式 就是不會錯了 也不需要出錯 那會有不得了的力量存在 但是 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看到有人寫程式 不用debug 然後直接可以上線 那 這是我的夢想 所以呢 又扯太遠了 那回過頭來 再看一下我是誰 那 我當然是 各位的老師 或者說呢 我有什麼 能力呢 對各位來講 其實我有點像萬磁王 對不對 但是我能夠做的事情 跟萬磁王不一樣 我沒辦法操控各位身上的鐵離子 但是我有一項武器 這項武器呢 就是 可以決定 你們 會不會被盪 OK 所以呢 這個武器在學校裡面 其實 還是蠻強的 雖然沒有真的強到什麼程度 但是 能夠決定各位的分數 其實 也是一種 全力 但是不代表 它是我的能力 在校的每個老師 他都有全力 決定 你的分數 但是 是不是代表每個老師 都應該 富有這樣的能力 決定你的分數呢 那其實不一定 好 那我上了哪些課呢 各位 各位到目前為止上過我幾門課啊 只有視窗嗎 還有動畫 還有勒 沒有了 視窗動畫就沒有 系統程式 三門 好不錯 那已經蠻多了 在我所有課程裡面 你們已經上了 將近一半 連這門就算一半了 好 那 我有哪些課呢 這門是 後來才加了 回機根 那我會上 機率統計 這可能也是 各位後來 我才開始上 動畫設計 各位已經上過了 還有呢 還有什麼 系統程式各位也上過了 視窗程式 各位也上過了 網路程式各位還沒上 所以可能下學期 你會有機會上到 那網路程式 我們會教你怎麼寫 可以聯網的程式 可以透過網路傳遞訊息的程式 上學期我教了一次 同學學的我覺得還可以 被當的也不算太多 那 但是我教的很多 上學期我第一次嘗試 教這麼多 我用C-Sharp教大家寫 Socket Programming 教完之後 到其中 又改成用JavaScript HTMLO CSS 加上 Note.js 這樣的組合 來教各位 Web程式設計 那結果 我覺得這樣教行得通 所以如果下次你修的時候 可能你網路的那邊 C-Sharp那邊會短一點 因為各位 好像我在上的時候 已經有提到 那Web的部分就會長一點 那接下來就是這門課的 計算機結構 另外還有一門叫計算語言學 那這個計算語言學的課本 也就在剛剛的網站上已經有 所以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 先提一下計算語言學是上什麼 好 計算語言學 要告訴各位上的東西呢 跟系統程式有點關係 系統程式我們是不是 有講過編譯器 編譯器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好像有講過 一個最簡單的編譯器怎麼寫 還寫了很小的編譯器給各位看 然後當然我們裡面 課本裡面還有一個比較大的一點的編譯器 OK 那編譯器需要語法 那個就是語言 怎麼樣用程式來解讀這些語言 解讀程式語言 解讀標記語言 還要解讀什麼 解讀自然語言 什麼叫自然語言 像英文 中文 這種就是自然語言 我一般日常生活講話的時候用的語言 那這些自然語言 是計算語言學的焦點 那為什麼要學這個 我想問各位喔 你來念職工系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 要做一個什麼樣偉大的程式 有嗎 有嗎 收收看 有沒有 其實我有問過一個各位的學長 是黃聖雄 我本來覺得我想做的程式已經夠偉大 但是 他一跟我講之後 我發現他比我偉大 所以我就輸了 那我想做的程式是什麼呢 我一直從大學來 就想做一個程式是 讓電腦 知道 了解 你到底講了什麼話 那我知道 我知道在場已經有同學用過我 所寫的一個程式 對不對 那就是劍體 那劍體你用的那個程式有什麼感想 對 他 對 他 有時候會怪怪 很怪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你又覺得 他回答的還OK 那 就是這樣 目前只能做到 就是像這樣而已 當然你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但是要好很多 很難 他要能夠完全了解你在講什麼很難 否則的話我們現在應該不需要用鍵盤打字 我們現在應該用講的就好 其實現在已經有 各位有看過Google眼鏡嗎 他那個眼鏡是有語音辨識功能而且還蠻強的 所以你可以跟他說 open the browser 他幫你開一個瀏覽器出來 然後呢 最近Google的手機和iPad iPhone那些手機 其實都有語音辨識功能 但是我最近有用Google的手機的語音辨識 去用看還有用iPad 你就會發現說 像Google的手機現在語音辨識 他大概只能做幾件事情 就是查股票 查天氣 還有查什麼 我忘記了 總共有三項 就這樣 查地點吧 好像是 就這三項 目前其實 能做到的就是這種特定目標的 但是你要讓他電腦能夠完全了解 你所說的東西 這個目前還是一個很偉大的夢想 那各位 不知道以前有沒有看過一部電視叫做霹靂遊俠李麥克 各位一定跟我不同年代 他那個霹靂遊俠是個一般人 不是像超人那種人 那但是呢 他有一個很強的裝備 就是他的車 他的車呢 叫做火技 然後呢 麥克只要跟他講要做什麼事 火技就會去完成 所以常常 你麥克有危險的時候 火技就會來救他 如果可以做到那樣 語音辨識就是成功了 但是 好時間到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但是我先講 把剛剛的 沒講完的話題講完 不是說 有個同學 黃聖雄嗎 他有一個比我偉大的夢想 你知道他的偉大的夢想是什麼嗎 他說 他的夢想就是 想要寫出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你告訴他 你要什麼 他自動就幫你寫出 你要的那個程式 好 那我聽完之後就知道 他的夢想比我偉大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做得出來 那 那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會很慘 為什麼會很慘呢 因為如果今天 你真的能夠做出一個 他自動幫你做出 你要程式的程式 那 各位有看過那個 駭客任務嗎 人類 大概就會像那個樣子 你只剩下 你的 血液 和 體溫 和能量 是有價值的 剩下的呢 就是 機器人 會控制 整個世界 如果一個程式 可以寫出所有的程式 代表他有超人的智慧 他可以做出一台 超級機器人 他的Matrix 就是那個母體 就會 主宰整個地球 對不對 所以這是 科外小說 的部分 那但是 如果你真的能夠做出 這樣一個程式 我覺得那件事情 真的會發生 但是 這代表 這個程式可能 永遠都不可能 不會出現 否則的話 人類就會毀滅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